這次我們要先來介紹一下 那個Crash Break很 的特別轉蛋 本次的角色介紹 一樣就是純屬個人意見 大部分都純屬個人意見 沒有絕對對與錯耶 歡迎大家多方比對這樣子 然後也很抱歉啊 這次拖得有點晚 算是有機的橋板 但是這次是拖得有點晚 拖得有點晚 角色介紹的部分 那麼的話這次呢 新登場的兩隻C65 分別為破壞者月音與 艾諾霧梅 艾諾露梅 那麼上一期的 梅迪亞77 跟白金諾的同步轉出 那麼這次呢 有一個簡單的 比較特別的保底機制 就是他有每次十連抽 都會贈送一張 ACT芯片 這個 一樣就是盤子系統 就可以跟我們以前看到盤子系統 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這一次呢 一樣就是 其實這是 完全看起來就是一個 新手 新手池啦 因為呢 這一次 第一次時間轉蛋就 半價 那第二次轉蛋就保證一隻C65 對新手來說是非常的友善 那麼的話第三次 正常 第四次呢 又不來保證一隻C65 所以 其實說真的 這一池 算是一個新手友好池啦 因為畢竟新手 用兩四十連抽 可以換到一隻C65 其實是非常的賺的 OK 那麼的話 我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隻的角色 統計月音 種族人類機械 均衡型 扣蛇6 15 血量66 攻擊5000 回復力48 就 均衡型 數字裡面算是偏高啦 因為 攻擊力與回復力都分別到達 4000 5000跟48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攻擊蠻多的 這數字其實寫起來是挺漂亮的 技能的方面 變換四個雜眼奇數大 特大雷射橫 橫 兩回合 藍珠轉為紅包彈掉落 會出現黃色色珠 這個的技能呢 控板能力上是非常的好的 要輸出呢 也還算不錯 第一方面 這轉換四個雜眼奇數的話 對於 補傷害的部分來說 是絕對夠用 特大雷射兩個橫 這個是射掉整版的 所以對於一些 花式大轉版的話 這隻角色抗性是一定的有 接下來 兩回合藍轉 紅包彈掉落 與不出現的話 其實這就是變相的 進掉兩個顏色 所以對於版面控制的話 我是覺得算是非常漂亮 雖然 紅薯喔 搶紅的程度 是有一點誇張啦 但是 他的被動 是沒有什麼衝到的 對 那被動蠻特別的 破保與抗度 是蠻特別 所以 雖然說 紅薯搶藍算挺嚴重的 但是 那看起來是不會搶到什麼的 什麼 一些 重要角色啦 你看 比如說 李渠 是傷害病毒 泳裝 丁洛雍 是 抗害障礙的 所以應該還好 那麼的話 這個技能就是一個 強力控板技 是真的還蠻 蠻漂亮的 玩了一下 我覺得還算可以 C技能方面 給予單體技術傷害 兩位 紅屬性攻擊力提升 100 簡單的解個debuff 那個技能的話 這樣補起來的話 其實 C技傷害應該也不差 被動的方面 被動1 有一個簡單的 破保與抗病毒 特殊場合的話 非常的有效 但是 還是 特殊場合有效啦 但是 紅 那現在 綠鼠強 綠鼠高難關卡 對於保護的要求 比較低啊 算 保護與這個病毒的 要求是偏低的 但是的話 相信以後可能 還是會有需要 用到他的地方 那麼 第二個 Fever條100的時候 機械人類點燃次數 加1 這個還不錯 這真的還不錯 因為的話 這個F條 現在F條要滿是 輕輕鬆鬆 簡簡單單的事情 尤其他控板 能力講得好 你要把F條 擠滿是 非常的容易的 啊 給一直的話 我是覺得 還可以啦 不像那個 花架 學士港式 我是覺得挺誇張 是真的挺誇張 被動3 自身在前頭的時候 紅屬性攻擊提升2000 這個就還挺有戰術價值的 因為這個 要自身在前頭的時候 才可以領到這2000 假如不是他在前頭的話 這2000是領不到的 所以 這個被動3 用起來是有戰術 要有一定的戰術地位 包含的話 可能會獵醒其樂 最後就是 這個 最終堅持能減CD 而且減4 減4的話 減2真的很多 對 這隻角色還不錯 願意還不錯 來第二隻 這個 叫第二隻角色 風暴的重機量 愛諾露梅 愛諾露梅 總豬一樣 是人類機械 攻擊型 寇蛇65 血量7300 攻擊6000 回避3000 攻擊型的話 這個數字 算是偏好 因為攻擊力6000 打標 血量7300也不錯 重點是這個 回復力有到達3000 其實覺得還蠻大方的 這隻角色可惜 就是可惜大家的技能 那技能真的做的 他媽有夠爛 那技能方面的話 黃珠轉為C珠大 綠色愛心轉為 藍色珠 兩回合 自身攻擊提升3000 全角色 藍色珠珠強化 一代怕 CD6 我不得不說 這個技能真的很爛 真的超級爛 呃 這個 沒有陷阱的控制 這個轉C與愛心點完 這轉C與藍色點完 就沒了 兩回合只有 自身真攻3000的話 還算給有點誠意 然後全角色藍色珠強化100% 也還算給有點誠意 但重點是 你沒有射珠控制啊 大哥 大姐 你沒有射珠控制啊 你這樣子很尷尬 你數字給了這麼的 呃 攻擊提升 射珠強化給了這麼的漂亮 但是你沒有射珠控制啊 這個 形同虛射啊 真的 我是不得不說 真的是形同虛射 你要出這樣子的技能的話 你不如把CD壓成5 對 CD6對等這個 這種技能來說 真的太長了 我是這麼覺得啦 C技能方面 就一個普普通通的單體接商 被動的方面 保護破壞與抗害路 嗯 好啦 至少拿來霸凌一下 得穿加康 是輕輕鬆鬆解決蛋蛋 被動2 機械角色在前頭的時候 自身參與一般攻擊 這個還算有趣 對 這個很明顯你知道要陪誰吧 就是愛因斯坦 對 這隻角色就是要陪愛因斯坦 這樣子的話 愛因斯坦可以稍微處理一下 他這隻角色版面控制不足的問題 那麼 也可以 用愛因斯坦的方式 然後讓他的攻擊 拉到一個無與倫比的境界 畢竟他的攻擊力已經 高出大家 一顆頭了 那麼的話 我可以想到的另外一隻平門角的話 大概就是 魯斑 對 魯斑 魯斑的話也是一樣 機械 而且魯斑的話 有一個機械在前頭的時候 自身牽手50% 所以你可以大發 很瘋狂的搞一個魯斑魯斑 然後這一隻 艾洛 陸媚 然後再來一隻 愛因斯坦 這樣子的話 就是全隊簽到底 遊戲結束還在簽 而且 這隻角色都有破保護的部分 所以 用起來的話 很舒服 對 真的很舒服 因為大家所破的陷阱一模一樣 被動3 正在前頭的時候 藍屬性的 機械傷害提升50 對 這又是一個配愛因斯坦的概念 真的 被動4 攻擊型角色 機梳生症超大所短 呃 我不得不說啊 這個被動4的話 你就當做看看好了 因為畢竟在他的 看起來在他的體系裡面 你要真的 用到這 隊友要吃到這個被動4的機率 真的不是很大 我是怎麼覺得啊 你說 正到船嗎 正到船的話 去配他的陳桂與裡方圓去的 你要排到他嗎 想著你 好啦 那麼的話 我們來簡單解錄一下這兩隻角色 第一隻角色 月鷹 對 在這次的系列來說的話 月鷹算是 對新手來說 算是一隻 算是強力的角色啦 呃 非常 漂亮 算是漂亮的素質 技能方面的話 對於控板來說 輕輕鬆鬆簡簡單單 而且還可以破壞一些 花式大轉版 那麼 C技能也有 拉攻擊被動的話 給的還算不錯 尤其這個 F條100的時候 這個 人類 這個加縮者的話 應用層面非常的廣 被動是這個 減Cd的話 也是減的量非常的誇張 這隻角色的話 給予他還算不錯的評價 那這隻角色 艾諾 露美 不是說他弱 是他技能真的做太難 而且呢 對於 隊伍上 你真的要說到 隊伍的要求很高 對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 玩起來的話 隊要求非常高 像要一隻愛因斯坦 然後兩隻 因為這隻角色 你不走個全機械的話 這隻角色的分數 大概再多扣個好多好多分 所以這隻角色玩起來的話 真的難度太高了 我是覺得這隻角色玩起來 真的難度有點高 而且 他的技能呢 沒有射出控制 你一個C65角色 沒有射出控制 實在是非常的尷尬 我是覺得 對因為 嗯對 然後應用層面要廣 所以我覺得應用層面要廣 但是 你這樣子 你沒有射出控制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射出控制 我就是超級討厭 沒有射出控制 真的很討厭 你被動 3 2 3 4 已經做得 有一點普通 結果你的技能 你做得很普通 其實這隻角色真的就是 上上下下 主主 又又都有角色可以提完掉他 所以真的就只能說 哪一隻新手過渡角色 好啦 那麼我只能說 月鷹是 還算推薦籌 假如說你真的沒有一個 強力的 紅鼠破保護的話 那麼 月鷹還算是 推薦可以籌的 而且這次 因為是新手相的池子 所以 第二次就 就保證645了 OK 那麼的話 本次的角色就要介紹 對 破壞者月鷹與破壞者 愛若怒眉的 角色線說 喜歡的影片 覺得我影片實用的話 就 點個喜歡 喜歡 覺得不喜歡的話 沒關係點個不喜歡 然後順便告訴我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那麼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跟小鈴鐺 這樣子才可以得知我的第一手影片 那麼 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啦 又是一個新手相的 新手相的池子 最近 遊戲 新手也 慢慢的越來越多了 也算是一個好的現象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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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